当一个女人说出这三句话,大概也就心寒了,不爱了 女人的爱从来都是从不爱到慢慢热爱 所以说能够让一个女人深爱,大概就会爱一辈子 但是如果你让她受到伤害,那么再炙热的心也会变得心寒 爱情都是需要双方去维护的 如果光靠一个人去付出,另一个只享受的话 这段爱情是不会长久的 女人的爱也只有一次,爱一个人就会非常爱 但是当一个女人说出这三句话的时候,大概也就心寒了,彻底放弃了 一,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不见 当一个女人再也不想见到你的时候,大概就是最心灰意冷的时候 本来说爱你的人都会想着每天见到你 你的关心会让她高兴好几天,会对你异常思念 但是一个女人开始放弃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会再想见到你了 对于她来说,见到你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面对一个不懂得去珍惜自己的人,我想是个女人也会心寒,不会再见吧 二,跟你在一起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力气 每个爱你的人经历都是有限的 当傻傻付出一直得不到回报的时候,我想每个女人都会绝望吧 所以即使在爱你的人,在你身边得不到一点关怀和爱的力量 那么她也是会选择离开 因为再深爱不是自己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当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觉得很累,觉得跟你在一起花光了所有的精力的时候 大概就是最绝望的时候 三,从未想过我们会在一起,但是现在的你让我恶心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想要却无法在一起的人 如果有一天在一起了,一定会异常珍惜 当一个女人跟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了,会把自己所有的好都给你 会心甘情愿为你付出,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 愿意为你付出任何改变,这就是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但是一旦炙热的心受到伤害的时候,再撒的人也会心痛吧 所以在爱都会放下 当一个女人觉得你恶心的时候,大概已经彻底对你失望了 准备用炙热的心 dew 冲线